因為我們應該對這一塊比較了解 慢慢你過來一下 過來過來 這個節目是 我會送你給觀眾朋友 我是云 各位 過年你們會想到什麼 最近可能在YouTube間很流行的 呱呱樂 或者是團圓 掰掰 之類的 你們其實會想到非常多的東西 一樣一開始我們現在 賣呱呱樂 對 我這裡有準備一張 200元呱呱樂 省一下成本 省一下成本 那來試試看說 200元呱呱樂會不會 動量幾率比較高 耶 那麼事不及時我們開刮 又沒抽 我真的超慘的 我最近運氣真的是背到一個幾點 相信各位應該有看到我 HairyLife頻道 我已經有很多 很長一段時間某系列都沒有更新了 沒錯 我一直抽不到五星的角色 我前陣子大概在一個卡池 花了兩三單 一支 五星角色都沒有 我最近真的是背到一個幾點 然後前陣子就跟我朋友吵架 然後你們知道更淒慘是什麼嗎 上禮拜我不想用到工作室的環形燈 然後環形燈倒下去 撞到電視 然後電視一經裂開來 我們電視一台三萬一 真棒 不過各位沒關係 運氣不好真的沒關係 運氣不好轉運就好 其實我在前陣子有看到網路上有一個 開運神器的投票活動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而且他有特別請張維忠老師來加持過 我真的很少看到開運小物 還特別請張維忠老師來加持過 那他的開運小物分別有哪一些呢 第一個 風雪輪流轉租巨寶盆 再來第二個 事業大紅大紫水晶 第三個 新春昭桃花神鈴鐺 第四個 春昭一刻 厚禮送紫淇淋 定管 過年開五年七拉七星鎮 好啦那以上就是 張維忠老師加持過的 五種開運小物 那我個人的話 我是會比較喜歡這一個 風水輪流轉租巨寶盆 為什麼我會喜歡這個開運小物 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我覺得這個開運小物 對我的抽卡 應該是蠻有效果的 寶寶 蛤 我煮湯圓 你要不要吃 好 等一下 對各位觀眾 我可以順便問我媽 對張維忠老師這個開運小物的想法 因為我媽應該對這一塊比較了解 媽媽妳過來一下 妳過來過來 快點過來 妳對張維忠老師了解嗎 了解啊 她是算命的 很厲害的人 喔 然後最近其實就是 有五個開運小物 然後這是我選的其中一個 就是張維忠老師特別加持過的開運小物 這樣 那妳覺得 假如說 這個 就是給我們的話 那妳會想要擺在家裡嗎 會啊 我擺在客廳 它還有一個叫做 事業大紅大紫水晶 然後它是 裡面是水晶的 這樣 對 然後 我是後來跳到幾個以後 我就覺得這個 不錯啦 這個還行 很漂亮 對 妳以前常常 就是會看張維忠老師 有啊 我的 相關 我的那個 Line裡面就有啦 那裡面 有什麼 有張維忠的Line 蛤 為什麼 它會傳 不定時的傳 哦 它在 你說張維忠老師的 突然放Line 對對對 進來 好啦 那 湯圓是不是要好了 那 就先去拿了 好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買的 芝麻湯圓 好 好 開動了 其實我們家每年過年的時候 都會吃湯圓 而且 元宵節快到了 而且基本上我們都是買芝麻湯圓 那 各位 那個過年如果想要開運的話 吃湯圓自然也可以開運哦 那個給我好了 我想吃 好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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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我們開運神器 以及湯圓的家事 我相信我現在的運氣應該有好一些了 好啦 各位觀眾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小小的 實測開運小屋的影片 希望各位會喜歡 最主要就是小小的介紹這個活動 以及介紹這五種開運神器 我覺得 我今天經過開運湯圓 還有開運神器的家事 接下來應該都過得蠻順遂的吧 那各位也別忘記 記得去櫃冠青露生活 按個讚還有搶先看 然後還有一件事 記得要去投票 他們開運神器有辦投票 你們就選你們喜歡的開運神器 然後投向你神聖的一票 最後他們會抽出一位幸運 並且把那個神器 3D電影送給你 我真的覺得這個活動超神 而且還有經過 張偉中老師加持 各位 還不投票嗎 各位講了你們最後投票 然後也真的被抽到了 然後講了他們3D電影 是這個風水輪流轉出巨寶盆的話 你們可能覺得黑雨人不錯 然後想要送黑雨 我沒有問題 非常OK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各位會喜歡 那各位觀眾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給訂閱和喜歡 那記得去追蹤歌的V 安佐夫的 還有追蹤的Segren 那最後再次訂閱請記得去 貴冠信用神魂按個讚 以及搶先看 然後也記得投票你神聖的一票 最後會抽出一位幸運 然後把開運神器 3D電影送給你 好啦各位觀眾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這樣我好怕 阿珍對不對